你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是TalkTalk 掏声 我们主要分享有过加拿大留学移民工作 以及财富管理的相关资讯 希望能够给你的工作和生活 带来有价值的信息 哪怕是一点点的娱乐 新年过后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没有过好这个年 新年过后大家关注的都是一个疫情的问题 包括加拿大也是这样子 尤其是在华人比较密集的地方 特别的关注 那这个事情呢 也牵动了很多人的心思 很多行业 比如说餐厅 因此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那总体上来讲 很多小伙伴问了 在这个期间 加拿大申请留学的 这个学签也好 工签也好 签证也好 会不会受影响 那我大概也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的频道 就按右下角的订阅按键 然后按这个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更新 这算是一项不可抗拒的这个影响 在疫情期间呢 牵动着大家的心思 刚才说了 那么我们所能做的呢 只能是说保护好自己 保护好家人 那么尽力的去不添乱 同时呢 能帮助那些 我们可以帮助的人 或者做一些 我们能够帮助他人的事情 那加拿大现在是怎么样 一个情况呢 到目前为止 官方报道的 加拿大出现的病例情况 确诊的是七人 其中呢 有三人是在安省 基本上是一个家庭的 然后呢 好消息是前不久 在安省有一例已经出院 还有四例呢 是在奔哥华这边 也就是BC省 所以从这里 大家也可以发现 一个小的规律 就是流量 人的流量越大 那么造成这个 有不同的反应 或者有疫情的时候 也是最容易被出现的情况 还有呢 据说听说 在这个钻石号上 去往日本的 这个邮轮上面 也有七个加拿大人 确诊的是 类似的有这种病例 所以以上呢 基本上是疫情的 这个情况和确诊的人数 当然还有很多 可能在潜伏期 没有发现 或者是说 有各种各样的信息 我们如果有更新的消息 我会接着给大家 做一个分享 那至于加拿大官方呢 他也做了一些动作 包括他派了包机 到国内 把武汉的那些 加拿大人 PR还有这些人 都运速回来 运到了安省一个空军基地 隔离起来 同时呢 也出了一些政策 说来的 从国内回来 尤其是从武汉回来的人 要自行的进行隔离 甚至上升到了刑事罪犯 如果你不隔离 就引起判刑六个月 当然这个消息 不知道是不是准确的 有这么样在传的信息 还有就是 加拿大这几天也做了一些动作 比方说我听说的 加拿大会有一些物资过去 加拿大如果准备了疫情的准备帮忙 还有就是加拿大这边的大使 在听说的这么严重的情况下 不但没有呆在这里 而且是直接迁往中国 他说需要做一些动作 去帮助那边的人 那同时呢 我们更关心的可能就是说 留学移民身份签证这一块的影响 我会分成几块 主要是两大块 一大块就是留学方面 再一大块就是签证方面 跟留学信息相关的主要就是 你拿不拿通知书嘛 拿通知书那你就要进行参加考试 你要要申请学校 你要有雅思成绩 你要有体检等等一方面 那你不能去考雅思 因为现在的情况 不能去密集的情况下 没有雅思考试的话 你的成绩没有成绩 你就没办法申请 那么这个官方给出的是说 如果没有语言成绩 因为这个呢 很多学校也都人性化的做了延迟 比方说以BC省这个UBC为例 它本来是2月底要截止这个接收的 但是由于这个情况 可能2月份的考试会取消 那么它推到了3月底这种 还有安省的那边的一些学校 也有了一些动作 总而言之就是说呢 在申请期间 因为这个原因不能考试 或者提供资料的 那么一律都会延期 大家不用担心 再有一类可能就跟签证信息相关 包括旅游签证呀 包括这个你的续签呀 等等呀申请 那这里面最主要的也是 第一个涉及到了你的一些材料 证明的提交 比如说无犯罪记录 你不能去他厕所开这些东西 不能出门 第二个比如说采集生物这个信息 比方说按指纹 那你签证这个使馆不开的话 你也没有办法去 因为它都推迟了嘛 现在最新消息是 所有的使馆除武汉之外 可能是会2月16号开 但是呢可能还会有延期 因为之前说是10号开 那10号没有开 延续到16号 可能之后还会延期 根据这个疫情的情况而定 所以以上 如果没能开出这些证明的 也是会相应的延期 那么加拿大还专门针对这些情况 给出了详细的几个点 我一一的给大家做一个分析 第一大类呢 它就是针对PR这个申请或者这个延期 PR里面就包括第一小点 如果你是PR 你已经拿到了确认函或者登录纸 然后呢你没有办法 就是现在的情况没有办法坐飞机 没有办法过来 那么你就要申请去用这个webform的形式 第二点呢 就是比如说你是PR 那你的PR在这个90天内要过期 或者你在国内回不来 或者你在其他国家回不来 那么它也相应的要求你用webform的形式 通知政府那边 还要做一个备案 到时候做一个临时性的调整 第三个同样是 你拿到了PR呢 你现在可能在国内回不来 没有航班的情况下呢 也是可以用webform的形式 在网上做一个情况说明 那以上三类都是跟PR相关的 要用webform的形式 大家记得 webform的形式去说明 最后他们会根据具体的情况 来做一个判定 说的是case by case 就是根据案情的情况 来具体给出一个结果和分析 那相信呢 只要是跟这个相关受影响的 不是你人为的因素 肯定都会得到一定的宽容和这个延迟 第二大类呢 就是跟入籍相关 比如说你已经参加完了入籍考试 你的成绩出来了 你合格 要求你参加这个入籍的宣誓仪式 在这边还好 你可以去 因为受影响的很小 那么如果你在国内 或者是在其他地方 没有航班回来 那你又选定了日期 因为他会邮件通知你什么日期 来几点钟来做这个宣誓活动 如果你不能参加 因为这个情况 那他们会折期安排 或者是说会重新选择日子 来重新安排这个入籍的仪式 入籍的仪式 第三大类呢 就是说你如果在海外 有一些信息不能提供 或者我们刚才所说的 有些信息不能核实 然后呢 在这个期间呢 又不能操作的话 你要发邮件 他给了一个邮箱地址 它的邮箱是什么呢 是北京 然后横杠 Immigration 然后at international 就是加拿大官网的这个说明啊 国际形式 一定要记住 有的是用邮箱 以下的情况 这些情况都包括哪些呢 比如说你在疫情期间 我们一开始提到了 你申请这个签证的过程中 那你没有办法去寄护照 没有办法去提供相关的 比如说证明的文件 比如说现在你没有办法到人多的地方 或者说去派出所也好 公证处也好 做这些公证 还有无反对记录的证明 那你就可以写邮件说明情况 再又举例子 比如说你需要体检证明 那你现在呢 那个使馆关门 或者说体检中心也关门 不能去的话 你就也要说明情况 说明发邮件 说明我现在因为什么什么情况 没有开门 或者什么什么情况 没有办法去提供这个体检证明 目前没有办法提供这个证明 是不是要延期到什么什么时候 预计什么什么时候可以提供 等等这样的信息 第三个当然 我们刚才也提到 就是这个社会信息的采集嘛 现在不管加拿大的境内境外 你申请这个签证的话 都需要你采集指纹 那你采集指纹现在也 那现在大部分的使馆都没有开门 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去采集 那这种情况下 你就只能也是写邮件 告知他们 由于什么什么情况 现在没有办法提供 预计什么什么可以提供 或者说根据实际情况 我会尽快提供 等等这样的信息 截至以上 有的是用的webform 有的是用的这个邮件 大家一定要分清楚 如果不清楚 可以到官网去看一看 那根据我个人的经验 不管你是发webform 还是邮件 webform呢 可能会在一周左右得到反馈 甚至没有反馈 或者是说你发邮件的话 它会有一个自动的这个反馈 标准格式的反馈 那反馈没有反馈 没有关系 那大家在发完以后一定要想办法截屏 或者存存PDF 或者打下来 要保存你这个发过的记录 保存你这个留有证据 将来一旦 比如说他们没有收到 或者说有什么特殊的情况 需要你拿出来证明的时候 你有这些文件 那你到时候也可以再扫描 或者是再发给他们原版 让他们看 证明你做过这个事情 不是你人为的因素 推迟 或者是说等等 要有足够的证据 以上的三项呢 基本上是涉及到 从国内回到加拿大这边 那还有最后一项 就是说 如果你是旅游签证 你是学习签证 或者你是等等工作签证 你打算回国 那么你的这个签证呢 不管你现在签证的 有效期是什么情况 但是你走不了 那你只能待在加拿大 但是你待在这边 有的可能签证 比如说马上就要过期了 或者是短期内就要过期了 怎么办 政府也给了一定的这个建议 你可以呢 申请延期 比方说你是旅游的身份 你马上再有一个月就过期了 那你目前的判断 可能一个月之内 不会有航班回去 这实际情况下 你就要申请延期嘛 那原因你就要写清楚 再有另外一个 比如说你是工签 那你工签马上就要过期了 可是现在我回不了国嘛 那就只能是也申请延期 或者以什么样的形式 桥梁的形式 还是什么样签证的形式 要有一个解释 这样子的话就不会受影响 也不会证明你有黑在这里的历史 总之呢 这个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另外一点就是 在其他国家都在锁国的时候 但加拿大呢 来说 自始至终它没有说封锁来 国内来的人 或者说封锁这样的人的 一个一件事情 证明他们还是有这个胸怀的 大家都说加拿大是一个 傻白甜的这样一个国家 或者说加拿大 其实也是一个社会主义 说什么的都有啊 当然呢 不同的人的理解可能也不一样 总之呢 加拿大这边有它的好处 也有不好的地方 主要看你自己需要的是什么 跟自己的目标和远景 或者自己想要的东西 是不是能够契合 如果能够契合 那可能你就会比较舒适 如果不契合 那可能你就觉得会不舒服 还是那句话 建于目前的情况 如果你是在加拿大这边 在华人比较多的这个社区 或者地方 还是要注意 但是呢 也不要造成过度的反应 过度的造成这种惊慌 在很大程度上 其实是心理作用 当你心平气和的时候 然后正确对待 学了客观的科学的方法 来处理的话 可能会更好一些 更理性一些 能够把这个疫情也好 或者带来的这个影响 不管是从生理上的 还是身体上的 还是心理上的 降到最低 这样子才对我们 人人都是有好处的 这就是今天的信息分享 如果你觉得 这些信息对你来说有价值 欢迎点赞 评论 转发给你的朋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TalkTalk 涛声